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西藏现在推行了东游西藏免门票的政策 只要3A级以上的景区全都免门票 我已经来了五六次西藏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布达拉宫 因为布达拉宫的门票实在太贵了 这次可以去看一看了 其实不为别的 我就想尝尝它那个墙到底是不是甜的 走布达拉宫去 排队进去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领票 我就直接进来了 一只帅太远的小猫 喵喵你要不要跟我去流浪 你别走 看看 我已经进布达拉宫这个广场里面了 但是我不知道从哪上去 从哪进去 然后我也没有做核酸 我刚好听人说里边可能要核酸 我这会连检票口都没有找着 以前也没有来过 以前我没有进过 没有进过布达拉宫里面 所以不知道现在该怎么操作 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排队 排队口 从这边进去希望不要核酸吧 进去参观 到底讲解释了吗 终于进到了布达拉宫了 准备上去看看 参观一下 免费的哦 哇领到了布达拉宫的免费券 免费参观券 真香 准备上去了 我已经进到里边了 看这里的墙 摆不摆 前段时间 就是上个月底吧 他们刚拿那个什么蜂蜜白糖什么的刷过 我来帮你们尝尝甜不甜哈 没有蜂蜜味没有蜂蜜味真的没有 他应该是加了蜂蜜白糖 然后还是加了白灰那些东西的 没有什么味道 看看我刚刚在那舔过 然后他俩看到了 他俩现在在舔 好搞笑 我再换个地方试一下哈 有点甜味 肯定有点甜味 是不是把你们选择的事都干了 进这个大殿里边看看里边有啥哈 出来了 那个殿里边全都供奉的佛像 全都是黄金做的 这个进来跟出来不是一条路 哇累死了 布达拉宫里面是不允许 拍视频拍照的 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 什么佛像啊 全都是黄金的 然后一些高森的舍利 什么的 如果你们对佛像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布达拉宫里边来看一看 布达拉宫转完了 我的车漆也喷好了 过来看一看喷的怎么样了 当当当当 有没有影响颜值啊 看看这个大箱子 喷的 看 还有后面这个箱子 现在这个箱子我早上螺丝没有拧紧掉了 我现在装斗子里边的 我回去再 我刚看着 我刚从那边看 我还以为这个 这一面没有喷上色呢 看 现在整体是不是跟车 比较般配一些了 不然的话上面也是绑了行李包 这样子是不是好多了 虽然丑是丑了点 但是呢 好用就行啊 如果放在前两年 我是绝对不会给车上装这些东西的 我也不会 我哪怕冻死 我都不会装这个 因为太丑了 但是现在 出来跑得久了 不会以颜值为重了 都是 好用 保暖就可以看这边 这里也装成了这个样子 我这会儿准备去找一个小姐姐 看能不能把她忽悠着 跟我一起出去玩去 我不想一个人跑了 一个人跑太无聊了